大家好,最新的消息,英国媒体有报道说英国的国王身亡 白金汉宫的查理三世去世 一杀白二世的儿子登基不到一年 加冕是23年的5月6号举行 他现年75岁 但是现在英国媒体还有一种说法 现在白金汉宫否认国王去世的消息 那么现在他还活着 但是没有具体报道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很有可能他的情况与凯特王妃失踪有关 英国的凯特王妃实际上已经失踪很久了 那么很有可能凯特王妃 他的失踪导致英国国王身体出现变化 我会持续关注 如果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去世的话 那么凯特王妃的丈夫将继任英国国王 那么是英国再次不到一年进行加冕一事 今天乌克兰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俄罗斯大空袭了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 这是空袭的现场情况 给大家播放一下视频 可以看到这个威力非常强大 那这次打击的尼古拉耶夫是尼古拉耶夫的兵工厂 主要是生产坦克 还有坦克的这些维修车间 打击的地点在这个位置 在尼古拉耶夫南部 俄军是使用了伊斯卡尼导弹 但是俄罗斯的媒体还有一种报道 使用的是一种 大家可以看现场的爆炸的这个现场 是一种这个系 伊斯卡尼尔之外的新型的叫 9M549精确制导导弹 这个9M549导弹呢 它的精度更高啊 那俄军曾经在2022年 夏天摧毁乌军戴奥库时 使用过这种导弹 所以这次呢 打击尼古拉耶夫的 从这个画面中可以看 它是非常细长的 和伊斯卡尼尔不同 还有可能就是这个 9M549导弹 而不是伊斯卡尼尔 那么这次呢 打击的 乌克兰的这个精确目标呢 那么俄罗斯媒体呢 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尼古拉耶夫方向呢 打击的是尼古拉耶夫坦克厂 该设施啊 主要是生产和维修 重型装甲车 包括重型的 履带化 运兵车 第一次打击呢 是打击的该维修车间 该车间在过去一年中 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主要能够维护德国和英国的坦克 那么升级的方面呢 包括加的升降机 还有必要的软件 可进行设备诊断 并安装打击型武器 包括加装导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尼古拉耶夫坦克工厂啊 实际上已经可以变成一个兵工厂 对西方特别德国和英国的 坦克进行维修 那俄军第二枚导弹呢 打击的是修理和装配车间的一个仓库 这个仓库呢 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呢 是有重型装甲车在 其中包括 暴式坦克和挑战者 二坦克 也就是这次呢 第二次打击的这个仓库 摧毁了暴式坦克 和挑战者二坦克 那么俄军呢 情报显示是 一共打掉了15台军事装备 那具体的暴二和挑战者二 到底多少台呢 现在没有公布 俄军打击这个方向的主要原因呢 实际上的和乌克兰和英国的合作有关 在尼古拉夫方向的英国的 国防部长格兰特沙普斯 和陆军司令托尼拉达金 他访问了基辅期间 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和泽连斯基 提出建议 建议乌军集中攻击克里米亚和俄黑海舰队 他们会见了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乌梅罗夫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拉达金担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可能会过多的专注于地面行动 所以英国人认为 乌克兰需要集中攻击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 并推迟地面的防攻 英国方面的提议实际上就是反映出英国 要在黑海方向 特别是海上削弱俄罗斯的目的 不要集中力量在陆地上和俄罗斯进行地面战 要先摧毁俄黑海舰队 这样的话英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乌克兰方面获得了英国大量的装甲车 还有一些军事援助以后 俄罗斯方面就打击了尼古拉耶夫 英国的兵工厂 那除了打击尼古拉耶夫以外 奥德萨方向今天也遭到俄罗斯进行空袭 奥德萨 奥德萨打击的地点是在奥德萨的北部 大家看北部三个位置 对奥德萨俄军使用的是无人机 格兰尔无人机 俄军出动了八架无人机 其中一架是击中了切尔诺 莫尔斯科耶附近军事基地 一个训练场 该基地部署有乌军的防空系统 这次袭击摧毁了猎豹高射炮 和一名乌军的操作员 两名军人被严重烧伤 另外有三架无人机成功打击了 叫帕利伊夫卡北部 一个无人艇的仓库 现场发生大规模爆炸 摧毁了八到十台的无人艇 另外有五架无人机 袭击了该地区乌军临时后勤基地 地点是在奥德拉多夫卡 仓库过火面积达到300平方米 大火燃烧了五个小时 这个地区主要是乌军 还有北约的军需物资物流中心 所以这次摧毁了大量的军需物流 乌军的大量的装备 另外俄军在苏梅地区也进行了打击 俄军是打击了苏梅的 叫科诺托普 这个科诺托普是一个维修厂 叫飞机维修厂 这次打击的主要是打击它的维修车舰 那这次打击导致乌军的第27炮兵旅 高级指挥官丹尼斯·萨夫琴克阵亡 27旅发布了公告 他是在一栋公寓楼内被打死的 与他一起死亡的还有两人 另外两人拒绝 乌克兰方面拒绝公布最新的死亡信息 是在苏梅 苏梅这个方向 除此以外呢 俄军还打击了斯拉布扬斯克 斯拉布扬斯克 那这次打击斯拉布扬斯克呢 主要是打击的乌军的仓库 包括摧毁多件装备 瑞典的L52弓箭手 15毫米资金火炮 美国的奥什克什M107坦克嵌车 在这次打击中也被摧毁 这个坦克嵌车主要是对M1 埃布朗姆斯坦克进行救援运输 另外呢 乌军呢 是维修保养基地 实际上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这也是打击的这个东部地区 最重要的物流点 可以说俄罗斯是在斯拉布扬斯克 那么首先呢 是顿巴斯的游击队啊 主要是掌握了情报 用利用两天的时间 向俄罗斯方面传递了具体的信息 俄军呢 发射两枚高精度导弹 目前这次打击造成人员死亡达到18人 25人不同程度受伤 也是俄罗斯的这个游击队啊 在东巴斯迪传递的情报 前面讲的苏美地区打击呢 俄军使用的武器呢 是核59导弹啊 核59 另外呢 在摩尔多瓦方向啊 摩尔多瓦方面呢 在 拉斯蒂波尔啊 蒂拉斯波尔 在这个德涅斯河延安共和国 当地的媒体呢 证实啊 不明国籍的无人机 摧毁了 摩尔多瓦 和乌克兰边境地区的这个 这个德涅斯河延安共和国的 武装直升机 两架米8 一架米2 被摧毁 这是无人机啊 攻击米8直升机的画面 那这也是德涅斯河延安国 首次遭到啊 不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 现在判断呢 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乌克兰 但也不排除来自于这个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现在是非常反俄的 摩尔多瓦的总统桑杜呢 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啊 这次大选发表讲话 桑杜的说法呢 俄罗斯这个大选的并不是民主选举啊 很多这个反对派呢 被消失啊 所以摩尔多瓦方面呢 是不会祝贺普京的 德涅斯河和左岸共和国的外交部呢 周日对军事单位发动无人机袭击 认为是恐怖袭击事件 外交部指责摩尔多瓦政府在 蒂拉斯布尔恐怖袭击事件中鼓励侵略 那么德涅斯河沿岸共和国认为呢 是摩尔多瓦他的无人机攻击了德涅斯河沿岸共和国 那现在罗马尼亚包括摩尔多瓦呢 现在正在和北约合作啊 在边境地区扩大军事基地的建设 那在罗马尼亚方向呢 北约呢准备修建啊 北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空军基地 北约的这个基地呢 是位于罗马尼亚境内 耗资是25亿美元 它呢是将北约在东南欧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集合在罗马尼亚方向 并可以对黑海沿岸境控制作为跳板 这个基地啊大到什么程度啊 大家知道欧洲现在最大的美军基地 空军基地叫拉姆十三一空军基地 在德国 那么在罗马尼亚新修建的这个军事基地 它的整个的面积甚至超过了德国的拉姆十三一 是欧洲目前最大的军事基地 大家可以看一下位置 在罗马尼亚的中部和靠近呢 靠近奥德萨 这个罗马尼亚靠近海岸这个方向 不加垃圾附近 这个基地呢实际上呢 是比拉姆十三一空军要大20% 也就是说北约未来呢 随着俄乌战争的主线升级啊 北约未来会加强在黑海方向的军事存在 那北约呢 现在已经将俄军呢 在黑海方向完全包围 那在北部的波罗的海方向 俄罗斯方面呢 也在积极应对 波罗的海方向呢 俄罗斯方面呢 进行了电子战干扰 俄军呢 在加紧格地区部署了电子战设备 大家可以看在加紧格在这个位置 这个电子战系统呢 是满复核运行啊 所以西方 特别是英国国防部长的一个军机 在通过波罗的海方向的时候 经常试联 我现在呢 还是提醒啊 做欧洲的航班 要通过波罗的海的很多啊 欧洲的航班 在这个区域啊 进行飞行的时候 很容易什么 失联 就对外也获得不了信号 对内呢 实际上也很难传递 那这个方向呢 主要是应对北约啊 在白俄罗斯和 波罗的海 俄罗斯的加紧格的地区 进行大规模的这种 军事部署啊 所以俄罗斯加强了电子战系统 这是今天俄罗斯大公共空袭的情况啊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在奥利霍尔正面啊 在拉布蒂诺的这个情况 拉布蒂诺方向呢 乌军进行了增兵啊 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呢 乌军增兵的是一只新组建的旅啊 是第141旅 那么拉布蒂诺方向呢 乌军呢 是从23年的夏季开始进攻 在这个方向呢 部署的是47旅和65旅 还有82空空突击旅 那么47旅呢 现在转移至顿尼斯克啊 在阿普提卡方向作战 所以呢 缺少一个旅以后呢 又新组建了141旅 这个141旅呢 现在已经到达了拉布蒂诺 141旅转移呢 是为了应对啊 第47计划旅 转移至阿普提卡方向战斗 所以现在在整个拉布蒂诺前线 乌军呢 有65旅 82空中突击和141旅 那这两个旅 已经在这个方向战斗9个月了 而且没有进行轮换 82旅的这个坦克连 不属有英国的啊 挑战者2坦克 但是这个坦克太重了 71吨 随着天气逐渐变暖 动土逐渐融化 这个71吨的坦克 很容易就陷到乌克兰 非常松软的泥地 所以在拉布蒂诺方向啊 乌军装备的这个挑战者2坦克 他很难再进行大公布的机动 所以这次的141旅呢 没有引进新的坦克 这个旅呢 主要是使用攻兵炮兵 当然还有一些轻型坦克 作为支持 但步兵为主 重型武器的缺乏呢 现在来看 乌军呢 现在整个的后勤装备 特别是坦克 战车 现在装备越来越困难 这个141旅呢 未来的整个战斗能力啊 还有待观察 主要是在拉布伊诺方向 这是今天呢 在扎布洛方向啊 以及在黑海 尼古莱耶夫奥德萨的最新消息 那随着俄乌战争的升级呢 未来在黑海方向啊 这个英国未来可能会说服啊 击辅大规模的登陆克里米亚 所以英国现在是积极的想要英国啊 和乌克兰合作对克里米亚发动攻击 而这个情况呢 可能会导致什么 导致整个俄乌战争 由过去的这个北部哈尔科夫和顿巴斯啊 为主转移至克里米亚啊 就是从陆地战变成黑海海上战斗 这个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在罗马尼亚方向啊 北约会利用罗马尼亚啊 保加利亚 土耳其和黑海方向的啊 整个的部署来围堵俄罗斯克里米亚啊 那么实际上就形成了在海上啊 一种封锁 这样的话 普京可能会在陆地上 特别在奥德萨方向 尼古拉U方向啊 地尼伯赫方向 普京可能会有新的动作啊 就是越过地尼伯赫 对奥德萨进攻 这个时间都不能排除啊 如果克里米亚 被北约啊 被英国围堵封锁 那么不排除 普京会在陆地上进攻奥德萨啊 我呢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呢 俄罗斯方面和乌克兰方面有更多消息啊 以及英国国王啊 有最新的消息 我也回第一声